1998年,武松扮演者丁海峰回到家中,对妻子堂哥说道,我爱上潘金莲了,我想和他共度一辈子,堂哥听后不哭不闹,直接用一招将丈夫的心挽回。 很多看过《水浒传》的人都知道,武松和潘金莲之间的戏份非常多,在戏内两人争锋相对,可在戏外,丁海峰和王思逸经常一起切磋剧本,吃饭会一起吃,在片场,很多工作人员都会经常看到两人并肩而走的画面。 此时正值颜值巅峰期的王思逸,瓜子脸,樱桃嘴,柳叶梅,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,见到都忍不住要疼爱的那种。 反观丁海峰,刚和妻子堂哥新和燕尔,为了拍戏,迫不得已分居两地,即便思念如潮水,可美人在旁,即便是多么老实的男人,都难免会沉沦,当年《水浒传》拍了三年,而王思逸只有五集的戏份,只要拍摄一个月就可以杀青。 后来,王思逸的戏份杀青后,由于舍步的剧组人员,王思逸硬是要在剧组给大家做馒头,足足做了一个多月才依不舍离开,此时关于两人之间的绯闻甚嚣尘上。 这样的消息自然也传到堂哥的耳中,丁海峰在进入娱乐圈之前就和妻子堂哥相识。 那时的丁海峰非常喜欢音乐,组建一支乐队,而堂哥正是乐队中的键盘兽。 在相处中,丁海峰慢慢爱上堂哥,也因为堂哥,丁海峰重拾血液考上吉林艺术学院,那时的丁海峰一穷二白,没有婚礼没有钻戒。 即便如此,堂哥依然无怨无悔跟随在身边。 堂哥曾经说过,有一次两人约会来到一条分岔路,堂哥便将两条路比喻成生活和工作。 堂哥问丁海峰,前面两条路,一条代表生活,一条代表工作,你选哪一条? 耿直的丁海峰想都没想直接回应,工作,得知答案的堂哥很失落,专念一想,这样也说明丁海峰是一个非常直率没有花坏肠子的人。 也因为这件事情,即便听到风言风语,堂哥依然相信,丈夫丁海峰是不会做出背叛婚姻的事情,可丈夫的做法却含了他的心。 当年,丁海峰靠着《水浒传》中武松一角迅速走红,突然的成名,让丁海峰迷失自我。 多年后,丁海峰是这样说的,那时心态不一样了,学会了服饰,已经不能再和妻子平视,如今的自己已经是闻名全国的大明星,而妻子还是一如既往的幼儿园老师。 不管从哪一方面来说,堂哥已经配不上自家了,丁海峰做好要跟妻子离婚的决心。 他甚至还想好,如果妻子哭闹即便是打骂,自己都绝不会动摇离婚的决心,可现实并没有按照他所预想的发展。 回到家中,丁海峰跟堂哥说,我已经爱上其他人了,我觉得你配不上我了,我想合理离婚。 丁海峰突如其来的无情让堂哥心灰意冷,不过很快他就冷静下来,直接说道,离婚可以,这样正好,我可以去找一个真正能读懂我的诗歌的人。 于是堂哥就收拾行李离开两人的共同爱潮。 丁海峰正打算跟王思义告白前,在抽屉中发现妻子给自己写的信件,足足二百多封,原来妻子在自己拍戏期间一直都给自己写信, 可为了不打扰丈夫,妻子没有将信件寄出,把自己的思念一直蕴含在信中。 丁海峰看着这些信,往事历历在目,回想当年两人一起走过的日子,没钱的时候,妻子愿意陪着自己驻地下市,顿顿吃泡面。 难得现在生活开始有所好转,自己却变混蛋了。 冷静下来的丁海峰幡然醒悟,认识到错误的丁海峰立刻拿出纸笔,请真一切写了多达数页的长信,诚恳向堂哥承认自己的错误。 经过这次考验,两人之间的感情越发坚固。 多年后,当《水浒传》剧组再次聚首时,王思义和丁海峰合照事件再次引发舆论。 当时不少人留言称丁海峰和王思义非常有夫妻相,为何当年没有勇敢在一起? 王思义看到后,表示一迷入戏太深了,我和丁海峰只是朋友关系,还说网上都是子虚乌有的绯闻,希望网友不要相信。 不管怎么说,如今的丁海峰和堂哥恩爱无比,而王思义也在三十多岁嫁为人妻。 当年在拍摄《水浒传》时,武松扮演者丁海峰问导演,如果我被老虎吃了怎么办? 导演张绍林立即表示,你尽管放心,这个老虎不吃人的,再加上我为你购买了十万元的意外保险,你就放心拍吧。 丁海峰听到后更加担忧不已。 当年张绍林在挑选武松这个角色时就非常可恼,因为武松这个角色需要找一个男人看到后几度,女人看到会动心,放眼整个娱乐圈,符合这个条件的没几个。 就在导演一筹莫展之际,机缘巧合看到丁海峰,高大威猛的形象让他眼前一亮,直接让助理通知丁海峰前来试镜。 见到丁海峰本人更是直接让他在剧组住下,可由于当时的丁海峰酒量一般还不会武术,与原著的武松形象相差甚远。 为了贴合人物形象,丁海峰在开拍前不仅要疯狂健身还要练习酒量,等到开拍前,丁海峰就后悔不已。 戏中有一个重头戏就是武松打虎,当时剧组原本打算用老虎模型代替,可模型太假,有人提议用特效,可特效太贵。 当时导演便向丁海峰提出一个疯狂的想法,我们做一个经过驯化的老虎回来,这样不仅拍摄效果好,还能省下特效费。 丁海峰一听能为剧组省钱,便随口答应。 到拍摄当天,即便老虎戴上牙套,训兽师和救护车都在一旁等候,可丁海峰还是害怕到不行。 当即问导演,我到时被老虎吃掉杂稿,导演直接表示保险蛮好,各种措施都做好了,放心拍就行,还没等丁海峰反应过来。 由于设备突发鼓掌,受到惊吓的老虎直接将丁海峰压在身下,训兽师安抚好久,老虎才恢复正常,丁海峰惊魂未定。 但是想到都已经到这一步了,只好硬着头皮继续拍摄,也正是这种紧张感,营造出非常逼真的画面。 该影片已经播出,丁海峰也因为这场戏吸粉无数。 多年后,每当丁海峰谈起此事都心有余悸,幸好的是,丁海峰的付出没有白费,靠着该剧,他的事业迎来了巅峰期。 大家对此有什么不一样的看法?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。